花友们小心的君子兰的花又开始疯狂的上见了 因为这笔大花的话刚刚更换过土壤 好多都是青包上见了 有好多花友说怎么样才能避免给你的君子兰加见 看花灶里面星星点点的 基本上每年的花期都是不断的 因为开花的时间其实并不完全是固定的 这颗大桌子的青包的话也上见了 包括它后边的那一颗 包括这么大的像这种的古包的也有见 我们养花的话其实大家忽略了一个点 就是在天暖和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花尽量的话注意通风 通风好的花的话上见的话也会避免加见 然后看这两颗 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温差的 天气的话早晚的话温度的话都差不太多 但是我们尽量的是春天换土秋天换土 平时上一些换土的时候上腰肥 平时上一些高磷的肥 有助于它开花上见 而且开花的话它也不容易加见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块这个大花 这花的话也是 这个地方的话古包了马上就来花见了 这块有好几颗大花的话都是这两天开始上镜开花的 这块有一颗看 这颗也是青包的花上镜开花 包括这颗也是青包上镜开花 然后包括像这一颗花包已经上来了 包括里边的这一颗 包括这个绣球花 绣球花的话这个第二杆剑的话又上来了 大概在11月份的时候就开的非常好看 开起来跟一个大球似的 然后这颗 也是啊 花剑的剑杆已经露头了 所以我们在开春的这个季节的话 想让你的花上镜不加剑的话 大家尽量注意一下通风 包括你这个花盆的底部 为什么都是这种网状阁 有助于它通风透气 然后我们三月份 三月初到四月之间的话 即使给你的爱兰更换土壤 并且施加一定的肥料的话 然后小经理大家看一下 那边那个彩兰啊 不管是一花也好 还是这边的果兰也好啊 那个大花的话都好多上剑了啊 上剑了 然后你看一下这个 这两个大彩的话 是给花友卸完牙子之后 换土上肥 然后花包就来了 包括这一颗也是啊 然后这边的彩兰的话 不管大的还是小的啊 然后也是上剑上的比较早的 已经做成果实的 然后陆续的话 也都有花包在上剑 这块的这个彩兰的话 几乎啊 几乎都有的是第二杆件啊 第二杆件的话又出来了 这颗好像也有一件 青包上剑了啊 这个是小新给大家分享的 我们这个季节的话 要开始注意通风了啊 如果这个季节假件的情况下 也没有什么特殊好的办法 我们就正常更换土壤 然后注意通风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